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德高山门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初九 第九道答案 上金刚三楚 即是一 地楚 二 天楚 三 法楚 上这三楚是建立面密坛场必须用的程序 除非能直接送菩萨仪表 上金刚三楚 也是为了验证一个丧失是否具内阵量 身体是否衰竭 是否具有健康体力和内力 是否是虚吹的道行 对一个真正的男性大活佛 年龄在三十岁左右 左右即是指四入五舍 就是以三十岁为中限 二十五至三十四岁纳入三十岁 三十五至四十四岁都归四十岁 体重在两百磅左右 也按四入五舍计算 必须把两百六十磅的地楚提起上贡到初贡台上 四十岁左右提放两百四十磅上贡台 五十岁左右提放两百二十磅上贡台 六十岁左右提放两百磅上贡台 七十岁左右提放一百八十磅上贡台 如果上贡天楚必须超过肩 则根据年龄体重相应减去地楚的重量 所有上贡都是单手 一只手提楚上贡台 上贡阀是比较难的 阀虽然很小 但只是强大的外力是上不了的 还必须要凭胜正量内力才能上得了贡 凡是能上金刚三楚的人波切 就证明确实是具备健康身体 内政功夫的真正大活佛了 送菩萨一表更比上金刚三楚重要 因为是必须报给本尊菩萨的陈述表 大家见到说表画红 才能作为批准内密坛场的证据 这是绝对的大圣德师 才能做得到的 冠顶师在依藏无耻以外 请金刚丸审辩 或变高变矮 变大变小 起舞 出向 或者突然非空不见 金刚丸审辩和送菩萨一表 是严格防止了邪师 骗子 用魔术写法蒙骗佛教徒 魔术大师可以玩弄各种写法末术 但冒称不了把他人写好的一张纸 看守在他人自己的面前 让灌顶师站在远处 把他人看守的这张纸 当众请菩萨收走 画红飞向虚空不见 只要做不到 就证明此师不具建立真正内密坛场的佛法道行 此人不是大圣者 相反 凡是冒充圣者的丧师 所给信众展示的其他神奇都是魔术 他是凡夫 而且是虚禅身体的凡夫 你们想一想 如果是菩萨大圣者 连一张纸都画不了红吗 这点本事都没有 还能是超凡的大圣人吗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的我们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2月24日